我们发现的问题是地球暖化现在变得越来越严重 也出现了许多状况 例如北极农农农的又快又多 海平面会一直上升 直到淹没许多岛屿 我们的岳会用紧 那我们人类一直滥用能源 所以到时候我们的能源可能就没了 我想要让同学了解开冷气的坏处 还有替代开冷气的方法 想要透过Scratch的动画和游戏的方式 以及路班宣导来提醒大众防止地球暖化 现在的孩子喜欢玩电动 所以如果用动画的话就像是看影片 如果玩游戏的话就会像是玩电动 如果用电动画的话会付出一分清理 我们做了一款游戏叫做CO2大决斗 游戏的玩法就是当CO2出现时必须打它 但是又不可以碰到它的攻击武器 开冷气 开冷气有时候还会造成一些反效果 所以我们就会变得很高的游戏 所以我们可以变得很高的游戏 我们可以变得很高的游戏 发现地球转化越来越严重 因此我们想用Scratch动画和游戏 用两个礼拜的时间去记录地球转化越来越严重 知道现在地球暖化非常严重 然后我们要想办法让地球不要再暖化 可以帮助地球就是不要在这门了 我们遇到最大的一个困难是 一开始我们完全不知道要做什么主题 老师还有学长解完就是去帮忙修复 我透过查学能源的资料 我的学校的知识很重要 我的收获就是查到了很多关于省电的知识 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可以兼化它的程度 让它不要那么严重